胡歌出席活动被问及和刘亦菲关系,微笑回应,一直有联系。 虽然霍建华早早爬进了婚姻的坟墓,但是胡歌却并没有。 虽然有媒体不断传闻胡歌和某某某女星有过恋情,并且在美国登记结婚,但是消息一直都没有得到证实,想来也是谣言无疑了。 因此,对于不少胡歌的粉丝而言,胡歌的终身大事就成为了眼下的当务之急。 有粉丝就提到了和宋城县分手的刘亦菲。 如果说刘亦菲和胡歌在一起的话,那肯定是郎才女帽的一对。 两人从新线开始合作,当年的李逍遥和赵灵儿在许多久时候的心里简直就是最佳情侣。 但事实上,刘亦菲和胡歌当时虽然从传过恋情,但却并没有在一起,都是唐人为了炒作并把俩人传成CP。 刘亦菲系里系外都是一样的冰青玉街,对于自己的名声格外看重,所以有些受不了唐人这样的做法,而胡歌对唐人却又是滴水之恩,永泉相报。 所以刘亦菲和胡歌也就没能再次合作了,说来也是挺遗憾的一件事。 不过在胡歌拍摄《仙剑奇侠传三》和《轩远剑》的时候,中间有不少我们刘亦菲的戏份,两人也是一直保持着联系。 近日,胡歌在出席活动的时候,就被媒体追问,是否和刘亦菲还有联系。 而胡歌也大大方方地回答,我们一直是朋友啊,所以肯定有联系的。 胡歌这么说,肯定和刘亦菲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友谊关系的,只是多言未见两人同框,想来也是一桩汉事。 作为粉丝,我们只能在心底默默期待两人能够合作了。